跳水公主郭晶晶为香港豪门国家诞下第四代长子后 连日来外界都非常关注宝宝的长相 还有郭晶晶产后的情况 8月29日下午4点多 郭晶晶丈夫霍启刚在晶晶生孩子的香港养和医院会见媒体 详细交代了晶晶和孩子出生的情况 还首次的曝光了一家三口的首张照片 穿着桃红色松身衣服的晶晶 精神看上去相当不错 只是身形看上去还是相当臃肿 由于小腹隆起的情况已久 而出生三天的霍家第四代大公子 就穿大眼镜看着妈妈 看上去也相当健康 这些似哪个我也见仁见智 可能你们去看了 我妈咪昨天就说了 我妈咪就说好像似晶晶多个似你 其实那个宝宝我看 第一日和第二日和第三日都不同的 每天都在那里变着 可能之前比较水肿 小腫等等等等各方面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你们最好你们看一看 看看像是谁 我妈咪初步好像像晶晶多些 但我看她都很多动静 动静像我多些 可能样像晶晶 精神更像我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连织过早了 至于郭晶晶和宝宝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霍奇刚表示 晶晶本来打算生产 可是因为宝宝当时在晶晶的体内转不到头 最后才决定开刀生产 于27日凌晨出身 因此晶晶还需要恢复的时间 另外想讲讲简单清清的情况 我估计她可能之前做运动员 她的体质都算比较好一些 其实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快 没有发烧 没有其他坏的反应等等 她现在都在医院休息 希望我们听医生 因为未知何时出院 都要看医生的指示 可能一两天之后的事 到时我们会再见面 其实多说一句 我想你们最喜欢听ET的 这个日子 真的我刚才说宝宝选 真的我觉得选得很好 因为原来 这个我老婆提过的 我都不太记得了 原来8月27号两年前 就是刚刚我跟她求婚那天 她选了今天在8月27号出生 所以我想这个真的很神奇的一个 一个绝对不是我们选的 被问到会否为霍家开枝散业 霍启刚肯定地表示有打算 但是她也表示会顺其自然 不会借助任何人工手段 就连宝宝刚出生的饮食 都是郭晶晶每天坚持为的人奶 这个一步行一步 那我想 我们都要响应香港政府 呼吁 多三个 因为现在香港政府 平均一对夫妇 是30.7个 就好像不够的 所以我要呼吁多一点 其实是一个好的 这个没支持 顺其自然 另外 早在宝宝诞生之前 就有很多 关于霍家 如何计划宝宝未来的传闻 包括成立上议院的教育基金 还有霍启刚和郭晶军 打算四年报三 另外最为惹人争议的 就是霍家为宝宝建立儿童乐园 单单是培阅就起了五个之多 对此 霍启刚也一于否认 你都说了传闻 我们要求没那么高 为什么说到好像很 都安排好这些陪业 都安排好 这些做事是一定一步一步来的 因为我们都比较谨慎 但是没有报道之中 讲得那么谨慎 又说经过几多轮面史 然后又说怎么样去筛选 有一个团队筛选 其实不是的 很多东西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觉得这些东西 我自己觉得 没有一套绝技 不是说一个人说就对 那大家我想夹得好 有眼缘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香港报道